大家好 我是胖叔叔鬼祖祖 小朋友 你知道什麼叫吹牛嗎 吹牛啊 有的時候就是你根本做不到 可是啊 你偏偏說我做得到 欸 小朋友 你有沒有吹過牛呢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看 到底誰是吹牛大王 這個故事啊 發生在一個動物王國裡面 這個王國當然有一個國王咯 他非常的喜歡聽人家唱歌哦 所以啊 他們國家的大臣 就常常請動物來唱歌給國王聽 其中呢 就有一隻大嘴鳥 他最會唱歌 他到國王面前一唱啊 國王就好開心哦 今天他又來唱歌咯 我們就看到大嘴鳥 他是南高音哦 輕輕口龍 咳咳咳咳咳 我要唱歌咯 大家聽好 好 昨天晚上睡不著 蚊子多睡不著 白夜起來大蚊子 啪啪啪全死掉 從此以後睡得著睡得好 哇 哇 好多動物他們可以大嘴鳥啊 拍手叫好國王聽了 也好高興哦 他們都覺得大嘴鳥唱得真好聽 可是呢 只有一個動物啊 他最不服氣了 那就是平常 也很喜歡在晚上 哇哇哇 小朋友你知道是什麼嗎 對了 就是青蛙 他不服氣啊 他認為啊 我唱得才比較好聽啊 我才是歌王 你們都不知道 看我唱給你們聽 你們就知道 誰才是歌王了 青蛙就開始 把剛才那首歌 也想來唱一遍 你們聽好啊 剛才晚上睡不著 蚊子多睡不著 把你起來大蚊子 啪啪啪全死掉 從此以後睡得著睡得好 你們為什麼都要走掉啊 不要走嘛 不要跑那麼快嘛 青蛙一唱完了 發覺周圍的 所有的動物朋友都跑不見了 怎麼辦呢 青蛙想了 一定是剛才我不夠賣力 沒有充分拿出我的實力 我現在啊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我絕對不是在吹牛 我只要鼓足了氣 我絕對唱得很好 於是青蛙開始 嗯嗯嗯 就看到青蛙 一直在鼓他的大嘴巴 氣越鼓越大 肚子也越來越大 旁邊有他的一個好朋友 就是蝴蝶啊 很緊張 青蛙 青蛙你小心喔 我看你的嘴巴快要破掉了 不會不會 我嘴巴就是剛才鼓得不夠大 我還要再鼓大一點 嗯嗯嗯嗯 忽然就聽到一聲 哇 青蛙的嘴巴破掉了 他也昏倒了 蝴蝶一看到 青蛙你怎麼了 你醒醒你不要嚇我 那怎麼辦 我趕快去找人家來救他 蝴蝶趕快去找 森林裡面最會救人的草藥婆婆 草藥婆婆趕快來救青蛙 她昏倒了嘴巴破掉了 好好好 你不要催我 我的動作比較慢 你不要催啊 好我來了我來了 結果草藥婆婆在蝴蝶的 趕快的邀請之下 就過來看一看青蛙 哎我看看你的脈搏哈 看看你到底有怎麼樣嗎 哎呀還好吧就是下婚了 來我把你這個傷口縫起來就好了 哎我有針也有線 哎呀哎呀糟糕了 我沒有戴眼鏡你 蝴蝶你看你催我 催得太急了 我就忘了戴老花眼鏡了 哎呀怎麼辦呢 看啊我就只好眯著眼慢慢縫啊 於是草藥婆婆就開始摸著傷口 慢慢地縫啊縫啊縫啊 縫得好仔細啊 終於縫好了 哎果然看到那青蛙眼 嗯嗯嗯 好像要醒來了耶 青蛙一坐起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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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奇怪 为什么青蛙这次的声音出不来呢 大家一看啊 啊 原来啊 刚才曹耀婆婆没有戴那个老花眼镜 结果不但把她的伤口给缝起来了 还把她的大嘴巴也给缝起来了 那么从此以后啊 小朋友你猜猜看 青蛙敢不敢再吹牛了呢 我看啊 应该是不敢再吹牛咯 各位小朋友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 哇 太好玩了 小朋友 你这样对吹牛是不是更有了解了呢 想要听更有趣的故事吗 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咯 拜拜